大家好,我是Joann D 今天很想跟你分享我在美琳凯的路程 其实我加入美琳凯只是短短几个月 我开始的时候真的是用着他们的产品 然后觉得真的对我的脸有帮助 就变得我的毛孔比较小一点 整个脸就变得比较滑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用产品先 然后才慢慢了解他们的文化 最近我在KL的那一个Seminar里面 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美琳凯不只是一个 卖产品的地方 其实它真的是能让一个人建计力气 一个女人帮她们变得更勇敢 变有知性变得开心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女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给一个女人一点点 然后她可以帮你扩大一切 所以只要给她们一点信心 开心 她们其实做的可以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生命中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选择的 其实选择就是在于你自己 其实我在美琳凯真的是学到好多东西 她们的文化真的是吸引到我 为什么? 因为她们第一个 所以她们的王规规则就是说要 你对人就是要 你要怎样人家会对回你 对吗? 这个是我从小都在跟我的孩子讲的 你要这样对人 人家才会这样对回你 所以这是一个跟我一致的Gordon rule来的 其实 所以就这样我就靠近了美琳凯多一步了 我就在这里 其实我找回开心 找回快乐 找回怎样去对我的孩子表达我的爱 当那个时候 我就发了一个短讯给我老爸 跟他说我有多爱他 谢谢他照顾我 因为以前我们都不会懂得表达 然后他就删了我一个酷的emoticon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啦老爸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感动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不需要 就勇敢的去表达 不用我收住自己的心 所以这些都是我在米林凯学到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的文化真的吸引到我不只是他们的产品 所以我想带给大家 就是跟他们说 其实这种改变是好的 会帮助你更开心 我也在米林凯找到了我的梦想 就是想买一个屋子给我的孩子们 因为他们对我说 他们想要有一个房间 我一直都在跟我的家伙一起住 所以我无法给他们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因为他们也是慢慢长大了 我也希望能给他们这一切 所以在米林凯我觉得我找到了我 还有孩子们的快乐 所以我会在米林凯加油的 谢谢米林凯带给我的一切 谢谢你